点大厨却是每天勺不离手 坚持在厨房的一线 我的脾气不好的 骂人了 我都在厨房叫终极杀人王 我进厨房他们就说 姐师傅又变美人了 要保持那个味道 你肯定我们的师傅 包括我 我老是在里面尝试的 他们煮完了 我调根四味 试试味道对不对 有没有杀酱 有没有咸 有没有蛋 简大厨带领过香港两家餐厅 得到过米其林一型的荣誉 可能这里的厨房 是他带过最小的 但他却说 好厨师有口锅子 就能做出好菜了 其实我们做每个菜饼 我们都厨师们团队们 都很用心去做一个菜 人说青菜 没有什么叫牌菜 没有什么叫牌菜 其实我觉得青菜 才是一个吃客客人 低点的菜 其实这个才是叫牌菜 于是这道菜就在他们的餐厅出现了 鲜虾锅贴小堂菜 跟我们理解的锅贴有点不同哦 牌贴的意思其实都是以前老一辈改下来我 我所理解可能是小堂菜跟沙椒困在一起 那么他们我的脆浆把它炸了以后 就好像贴上去一样 这不是你们所说的 这不是你们所说的 就是窝贴里面包的 用粉皮包入 现在我改良了一下 就是 就是沙椒跟那个小堂菜 大家一比一的分量去做 我觉得小堂菜多 吃起来清爽 你也可以搭配喜欢的酱汁一起 口味更佳哦 原材料很简单 如下 第一步 处理食材 拍沙粒很简单 就把那个虾 拍成这样 再多碎它 撒点胃下去 其实很简单 软材料比较容易 那么你撒了以后 你就把它 揭碎它 跟着呢 就撒一点点生粉下去 打一打它 打到那个焦性出来 那就去起来口感就好 青菜要注意 只使用根部哦 这个叶起来口感不会脆 焯水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加两勺盐 提味 这个呢 也不能飞得太熟 就刚好一锅 这里一定要把青菜的水挤干 炸到这么干的时候呢 我就把它放进沙里 放进去以后呢 就一定要把它粘在一起 这个菜跟那个沙粒的比例呢 最好是一比一好一点 摔打上进到粘稠后 隔水蒸三分钟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炸了 炸之前可以适当地裹点面粉 炸到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简简单单就可以做出米其林二星口味的点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